在新西兰呢 有一哥们叫做罗本 就是图片上这位 这位厉害呀 他有一项吉尼斯世界记录 他是创造者 2009年 撞钢化玻璃的吉尼斯世界记录 钢化玻璃 你想多坚硬啊 我们先讲一下 原来的记录也是他的 2009年7月4号 他在新西兰的奥克兰 连续撞碎15块钢化玻璃 当时他创造这记录是15块 有一口气撞碎了15块钢化玻璃 那为了寻求突破自我 超越自我 这位罗本来到了咱们中国 他的目标是挑战17块钢化玻璃 那他有没有撞过去呢 你还说电影里的那些 这些走穿的玻璃或打碎的玻璃 都是糖做的 是糖做的 所以今天你撞的是真正的玻璃 让我做的 是真正的玻璃 这是真正的玻璃 这是真正的玻璃 这不是真正的玻璃 这不是真正的玻璃 这一共17面玻璃 摆好了 每面玻璃时间距离3米 而我们的挑战选手 穿越两面玻璃的时间 不可以超过20秒 一切准备就绪 下面就要看我们的挑战选手 究竟会有怎样的表现了 观众朋友们 用你们的掌声和欢呼声 请出我们的挑战选手 Rubin Ruben开始了 第一面 第一面就能撞进去 可能因为天气太冷了 就是玻璃就发生了变化 我经常讲的开门红 但Ruben开门并不是很好 因为玻璃撞3次4次了 What's the matter 这什么问题了 Oh my god 第五次造型 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除了情义思习实际 Ruben本人 所以Ruben正在积虚力量 我们来看一下 哇 哇 他也太太用砲了 刚刚我们发现 他是用手部 开始来踢打 Ruben解雕 好像没有这样的 在这边没有讲到 中国的高华博 ş量尽然这么的好 Oh 太劲了 哇 好 华为你必须要告诉我 你跟玻璃哪儿买的 华为你必须要告诉我 现在为了看看 第20秒的时间 如果20秒时间 不能穿过第二面 还见了只有20秒 OK 哇我天哪 这个玻璃质量实在是太好了 20 seconds Amanda is counting the time 好白发 Robin 各位现场和电视线的观众朋友们 Amanda现在要宣布一个事情 Amanda Now the time is The time is It's been at least 30 seconds He only had 20 seconds to rest in between glass panes 时间是两面玻璃 只能用20秒钟 但现在已经超过了20秒 所以Robin挑战失败 Robin Robin虽然挑战失败了 但是我能够感觉得出来 我相信所有的现场和电视线的观众 都感觉到Robin尽力了 Robin You tried your best Right OK Let me help you You tried your best Right I don't understand in my country I I 在他的国家 他创造记录的时候 他成功了 但是今天没成功 我相信可能第一 有可能是天气方面的原因 另外又一个原因可能就是 我们的玻璃质量实在是太好了 我们的玻璃质量实在是太好了 steam 深入 到